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有不少人会拜月老 但是来看到台南的这间月老庙 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户外的月老神像上 他手上拿着一本书 让不少同学们经过时 都以为是孔子拿论语 但其实上面写的是因缘簿 仔细看看孔子本尊实在是太像了 但其实呢 还有老师带团前来时真的拜错 闹出了大笑话 七夕情人节 民众来到月老庙 想求得好因缘 而在台南归人 仁寿宫却常有国中生来拜拜 是现在的学生比较早熟吗 原来他们是来拜这尊雕像 石雕丞相手上拿着一本书 以为是至圣先师孔子拿论语 但仔细看书上写的是因缘簿 孔子怎么会拿因缘簿误会大了 原来这不是孔子而是月老 常有学生误会在大考前夕 拜雕像求好成绩 只看他拿一本书 可能会有人会觉得他是孔子 两个长得很像 但其实你要我去分辨说 哪一位是哪一位 其实我会分不太清楚 一面坨 别人不注意看 都做成绩的 都能告诉我一些学生语 还这样拜一拜 新尊 三年都给我过个条件 给我过一面 给我过一面子就去 妖房说常有老师带团拜错 因为两尊神像比一比 胡子和神韵根本一模一样 但孔子通常是双手交叠 而这尊月老手上有拿着大红线 仔细看还是有差别 在往庙内走也有文昌帝君 下次来千万别拜错 同样是月老庙 台南宝西戴天府 今年七夕除了准备红线缘粉 给单身男女 还特别放了金沙巧克力 为甜蜜加分 而最特别的是这一支 月老爷爷拿着大型拐杖 就挂在笼柱 开放信众触摸 有神明加持 招来的绝对是好桃花 期盼在情人节 所有人都能找到 最契合的哪一半 就有很多期待的报道